过去信义乡沈木村有一条路 可以直接通到阿里山的驻山车站 也曾经是救国团热门登山路线 最近沈木村民在村长新军的带领下 亲自踏刊多次 将被杂草掩盖多年的古道重现出来 日前县议员陈淑慧 肖志全 县明某 全文采议员也陪同县长林明珍前往会刊 所以当初很多的一些年轻人 然后还有一些鲜民在这边 他们都常常要走路到阿里山 然后运送一些物资下山这样子 然后这条步道曾经是很热门的一个步道 县长林明珍表示 这条古道年代相当久远 地方人士认为这条古道具有许多意义 因此透过圆明局向观光局 争取一千两百万的经费 那么这个古道已经将近二三十年就没有使用了 所以地方人士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个古道修复好 将来从我们神木村第八林这个地方走到柱山 大概是四点五公里 它也非常的近 所以我们向观光局争取了将近一千两百万的经费 先来做规划 县议员陈淑慧 县明某议员 相当感谢县长的用心 也期望在经费到位后能够妥善规划 那第一期的经费是争取到一千两百万 来做个整个规划 今天到现场来做个会刊 县长也指示 最好就是一次把它规划完成 就是整条路线 将近四点五公里的路线 整条路线把它规划完成 包括我们这个神木村到柱山策站的这个古道 也要重新来整修 我们希望这个古道做成之后 能够跟我们南多县 跟嘉义县能够连上线 把嘉义县的游客 可以引进到我们南多的信力墙过来 期盼在县府的协助之下 这条古道能够重现天日 并将南多与嘉义的观光串联起来 带动地方发展 米新闻邱平义信义采访报导